但是時候在食物裡 找些樂趣囉 酷酷兄弟的實驗室 帶你老師沒跟上 歡迎收看 酷酷兄弟 Pin老師有跟上嗎 哈囉 Pin老師好 哈囉 老師有手套 我們沒手套 等一下 我覺得有點危險 我們的手套咧 對啊 你們那個 等一下再給你們手套 好 這個東西是有危險的 是嗎 好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跟酸鹼有關的實驗 是 酸鹼 今天會觸動 強酸強鹼 對 強酸強鹼就是PH值 大概只有1 2 或是11 12那種 強鹼大概要到14 14耶 對 相信觀眾朋友如果懂 我們在講什麼 因為PH值最中間應該是7 PH值那個東西 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國中教的是不是 對 國中教PH值 國中就有教PH值 然後去綜合到它的那個 去判斷它是酸還是鹼 對 聰明 好 好 我剛剛伸出了一些手套給你 謝謝 我們今天可以用食物 來判斷東西的酸鹼 用食物 這些東西 我想在家裡也可以 自己準備來試試看對不對 現在要做的是這個 來 有人看到這個嗎 咖哩粉嗎 對 咖哩粉 這是咖哩粉 不要看它 這個顏色怪怪的 這是咖哩粉好不好 我們沒有封城什麼東西 這就是咖哩粉 這是可以吃的咖哩粉 真的嗎 我覺得味道還滿重的 所以等一下晚餐可以加菜就對了 可以 你可以聞聞看 不用 我其實聞得到 它其實很重 咖哩粉 好 它 而且是濃縮的 好濃 很濃對不對 好 我們這個 第一個實驗 來 我們一人一個杯子 好苦 這個後勁怎麼那麼強 我該 再吃 亂吃 好 然後一人再一張布 我們要讓這張布 是 染色 要有咖哩粉 用布染上咖哩粉是嗎 對 那我們該怎麼讓布 不是染上咖哩粉 是染上咖哩的顏色 染上咖哩的顏色 對 我要怎麼讓它進去染 然後現在來倒點水 這個是水是嗎 對 好 所以我們現在把咖哩泡到水 這其實有點像是 媽媽晚上在做咖哩飯的樣子 熱水耶 對啊 不然怎麼泡得開 是 然後我現在用手指再去攪嗎 沒有 你把那個布塞進去 整片 淨濕嗎 對 讓這個布都要有咖哩 就完全全部淨下去了 對 全部淨下去 好 我這邊有一杯 剛剛我進過 這個是我剛剛泡的 對 我泡大概五分鐘左右好 好 泡完之後我把它洗一下 因為上面其實沾了很多咖哩粉 有點噁心 好 洗一下 可是妳沾了之後又把它洗掉 用意是 沒有 這只是讓多餘的粉 洗掉用意 不要這麼濃 對 讓它不要很多粉卡在上面 我只要它的顏色而已 其實已經變成咖哩色 原本白色的布其實已經變成咖哩色 在時間開始之前 這個東西跟PFG有關係 所以代表跟酸鹼有關係 對 沒錯 可是咖哩是酸還是鹼 好 咖哩它 它其實沒有特別的酸鹼性 它大概比較偏中性 它是咖哩味 對 它是咖哩味 是不是酸還是是不是鹼 老師 我們以後這桌子 都是咖哩味了你知道嗎 我們等一下擦乾淨 不要緊張 這桌子經過非常多摧殘 好 那我們看一下 現在這個布已經沾上 滿滿的咖哩對不對 其實咖哩裡面 它有非常多的成分 有一個成分叫薑黃 薑黃 對 它是一種植物嗎 對 是一種植物 然後好 我們先來看 現在我們要用這個來洗 所以剛剛PEN老師已經講到 薑黃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實驗 就是跟薑黃這個東西 對 利用薑黃我們來分辨 這個是肥皂 肥皂 肥皂知道它是酸性還是鹼性 鹼性 它才可以把你皮膚上面的酸 酸出來的酸酸的東西 污垢 洗掉 我們先來寫一個字 寫字 所以當酸性遇到中性 就會變得 變成弱酸是嗎 老師寫出紅色的字了 對 這已經應該有拍到 你的布流血了 不是啦 有你的字耶 而且還是紅字 這應該是鬼谷 好吉利喔 這應該是鬼谷字啦 我的媽呀 太吉利了吧 不錯喔 好 你看 我用肥皂就可以很簡單的在上面 寫一個字 當然如果我讓它乾一點 它這個字會殘留得比較漂亮 你不覺得這 你不覺得這 不覺得把這個東西掛在那種 成年老舊的房屋上面 看起來好像符咒一樣 這會好苦度 然後還掛 上面還寫你的名字 拿來工藝名是不是 這其實什麼鬼故事 那種鬼片道具 很像那個妖素的感覺 妖素 我們現在另外一個妖素 就是要讓這個神不見 好 我現在需要一顆檸檬 來當橡皮擦 來 幫我拿一下 檸檬 是酸 檸檬是酸 檸檬是酸 所以肥皂是鹼 肥皂是鹼 酸鹼中和 我們來看一下檸檬 像橡皮擦檸檬 你看一抹過去就不見了 好酷喔 抹完就不見了 我消失了 好慘喔 這符咒真好用 還可以塗掉寫另外一個人的名字 繼續下廚 萬用 你看這樣就不見了 而且肚子還可以沾一點咖哩粉來吃 超噁 它有檸檬口味有 它有檸檬口味咖哩粉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字上面 就完全不見了 真的完全不見了 那這個有趣的是呢 它可以重複使用 你只要拿去洗一洗 把上面的肥皂跟檸檬都洗掉的話 這個布基本上 已經上面沾滿了漿光了 可以重複使用 可以繼續下一次再用肥皂寫字 就算你用水洗完之後 還是可以再洗用就對了 對… 而且它就是一個萬用的布 對 沒錯 那我的也泡好了 好 你把它擰乾一點 所以我要也是一樣洗一洗 你可以把它洗一洗 讓上面的那個粉 就是稍微少一點 對 稍微少一點 然後把它擰乾一點 為什麼薑黃不會被洗掉 其實薑黃以前也是一種染料 對 它也是染布的一種 所以這是可以吃的 薑黃是可以吃的 薑黃是可以吃的 只是布不能吃 肥皂不能吃 沒有 因為你剛剛說薑黃是染料 基本上我們的認知 會是覺得染料 染料是可以吃的 沒有 有很多古代的天然染料 就是果實那一些 果實或者是像葡萄 它也是一種 這不是基本常識嗎 感覺很恐怖 它沒有活在古代 對 我沒有活在古代 你幹嘛這樣 它是黏心血 自從戴了手套之後 就不怕髒了 是啊 因為這個桌子 你有沒有想過桌子的感受 沒有啊 因為你只想到你自己 沒有 這個梗已經用很久了 我們這個自己撥出去 距離這個梗的實用度 已經大概過了五個月吧 對 然後一人一個 肥皂嗎 肥皂 對 肥皂跟肥皂 可是我們這樣子把桌上弄髒 不會影響到下一個時間嗎 沒有關係 對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工作人員在旁邊 我要把它擰乾嗎 擰乾一點 對 你這樣子肥皂比較好 殘留在上面 對 這樣子可以嗎 可以 好 然後你把它攤開 好 是 攤開 我找不到 這好有趣 對 好 來 然後你的 這是你的筆 跟你的橡皮擦 沛妮老師 我注意到一個東西 我發現我用手啊 拿著肥皂的時候 不小心摸到這個片布的時候 我上面也會有 就是斑斑的紅袖 也會 也會紅紅的 因為你上面是簡性 對啊 我畫一個保障圖 這邊是保障箱 這個可以在上面畫畫耶 好酷喔 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 然後這邊有山 對 我要畫一個臉 然後給他一點 很彈 謝謝老師 然後給他一點 頭髮 好 我的完成了 先來看看我的吧 這個是我的 我的保障圖 有沒有像啊 我真的覺得有像保障圖有沒有 好 這個地方是 還不錯啊 我的保障在的地方 而且上面那個斑斑的紅袖 讓這整張保障圖 看起來又更舊了 你知道嗎 好吧 我錯了 我到底在畫什麼東西 歡迎你可以用把它 把它擦掉 用檸檬把它擦掉 你讓大家看一下你的 沒有啦 我的節奏好嗎 我原本是想畫 沒有 你是太容易會暈開了 我原本是要畫一個這個臉 然後有頭髮 然後有臉 但是我發現它暈開了 因為你領得不夠乾 我在想啊 在看酷酷兄弟的爸爸 有沒有特別會畫畫的 嘗試著把阿謙畫的東西 用你們的方法 就把它重新畫出來看看 會變成什麼 重點是他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不知道我在猜 如果有很會畫畫的爸爸 是 就是搞不好可以把你那個東西 實體畫出來 還變得恐怖片的 不會變恐怖片好不好 只是感覺起來很恐怖 而且這個肥皂超好用 不是肥皂 這個橡皮茶 橡皮茶很好用 擠一下然後就超容易擦的 是不是感覺很療癒 我要把我的寶藏收起來了 我不能讓大家發現我的寶藏在哪裡 所以我要把我的地圖給藏起來了 其實擦掉那瞬間 你不覺得很療癒嗎 就是非常好用的橡皮茶 真的 一下子剛剛畫的東西都不見了 看可不可以把咖哩味稍微洗掉一點 不然我們整個桌子都是咖哩這樣 其實還滿像我肚子有點餓 也是已經晚餐時間了 幫我們吃晚餐了嗎 我還沒有 很辛苦 通常影片播出都是晚餐時間 我在拍影片給你們看 好 完成 又是一張空的白布 來看一下 剛剛我的那一塊布 工作人員幫我去洗乾淨 洗乾淨喔 然後我們再來試試看 讓他先來試試看好了 再試一次嗎 這是重複用的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還可以真的再用 是不是有覺得乾一點比較容易 對 老師我覺得這樣好多了 雖然老師有幫我 但是我覺得我 還不錯 畫得還不錯 有不錯 有 畫上去了 不錯 你現在是在畫什麼東西 看不太出來 你看不出來嗎 上面這是頭髮 然後我要給他一個眼睛 我看得出來 一個沒有梳頭的人 你的美術天分真的 然後一個 真心不錯耶 八 還不錯 然後再一個 陪你老師你錯了 他不是沒有回到古代過 他是古代人沒錯 這看起來有點像是古代 古代人的壁畫 是 可愛的畫 有沒有 真的很真的耶 這感覺起來就像是 古代山洞裡面你會找到的東西 這次真的畫出來了 有了啦 有像了 好有一個人了 這真的是你在古代裡會找到東西 好你現在可以再把它擦掉試試看 再把它擦掉 對 這樣其實 證明一下它真的是可以重複再使用 可以耶 應該完全擦掉了 對 它上面那個紅紅的直接不見耶 變魔術耶 有看到嗎 大家有看到嗎 我會努力的再擦它 需要擠一點檸檬汁 如果發現擦不掉是擠一點檸檬 對 你就可以把它擦掉了 然後擦完之後 它又變一塊乾淨的黃布 完全乾淨了耶 對 完全乾淨 對不起 所以Penny老師啊 問一個你可能會不知道的問題 是 那你還問 故意懂嗎 看看可不可以讓你出糗 衣服不小心沾到咖哩粉的話 上面如果有這個薑 薑黃 對 那怎麼去用掉 我還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衣服就 沒有就可以跟媽媽說再買一件 喔 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在玩 就是想換衣服的時候 故意玩這個實驗 它還是洗得掉啦 對 但是就是真的不好洗 因為BG版就是染劑的 它本來就是染劑的一種 你看 我的手套 我的手套是塑膠的喔 上面都已經是薑黃的顏色了 那我們今天帶來的 第二樣東西是什麼呢 下一個呢 下一個我們就 會比較危險一點 危險 那我們手套要 先戴著啊 沒有叫你們拿掉 不要緊張 好 現在呢就是我們在課本裡面 會看到的實驗 一個就是 幫我拿一下這一鍋 是 好 摻到咖哩沒關係嗎 沒關係 加菜啊 加菜 課本裡面都會看到這一種 就是用這個來做酸鹼子是幾次 紫橄欖 紫 紫窩具 紫橄欖 好像還滿多念法 不過大家應該都有看過它 對 那其實呢 生菜也有 我們平常在做的實驗 都會比如說 泡肥皂水啊 或泡檸檬汁 我們先來看它泡肥皂水 跟檸檬汁的樣子 這就是國中焦的吧 對不對 對… 我們這邊有幾杯 從剛剛這裡面這一盆 撈出來的 你怎麼順便的說它是什麼 它是不一樣還是一樣的 一樣的 我現在只是把它撈出來 我先撈幾杯出來 這感覺喝得很健康耶 你要喝是嗎 可以嗎 我可以拿一杯給你喝喝看 感覺起來喝得很健康 它是生的 我沒有洗過 我怕裡面有農藥 OK 它本身是生菜 生菜沙拉裡面有時候 你會吃到這個啊 會 我知道 那基本上泡水應該是可以喝的 對啊 可是應該沒什麼味道 不知道會不會營養耶 好 我們先來看它 不要只顧著吃了 好 要認真做實驗 好嗎 餓了嗎 來 我們先來看它 它基本上碰到酸鹼 它會有很大的顏色的變化 是 那我們先來看我們最一般的 檸檬 對 檸檬 酸 誰比較有力氣 擠一堆檸檬汁進去 先試試看 好 來吧 最左邊 來 仔細看它的顏色變化 有發現它慢慢開始變鮮紅色嗎 有 變 完全變紅色耶 對 其實已經很明顯 有看到它變紅色嗎 對 已經完全是 完全是鮮紅色的顏色了 這就是酸鹼綜合的原理嗎 對 而不是 它是酸鹼紫色劑的原理 我知道紫色劑有很多不一樣的紫色劑 對 每種紫色劑在酸的時候或是在鹼的時候 都會產生不一樣的顏色 不一樣的顏色 那你們可以注意看一下它這個下面杯子的 水杯的顏色的變化 有看到下面的變成了 超妙的耶 怎麼會是粉紅色的 原本下面的水是白色 對 對啊 為什麼會變粉紅色 而且中間的顏色變成深紫色 黑色嗎 那是黑色 紫色 紅色 紫色跟金黃色 好漂亮喔 這邊是發生了什麼 它剛剛原本是 原本是 應該是水 對 透明的水 對 原本是透明的水 其實它其實就是用我們國中生 我們平常學到的一些嘗試 它裡面只是加一些紫皮劑 它不是有肥皂嗎 是 有肥皂 肥皂是鹼性 對 我們來丟肥皂進去看看 試試看肥皂嗎 丟酸進去變紅 對 那丟鹼進去呢 丟鹼進去看會變成什麼 你可以一次丟多顆一點 上面有點咖哩粉應該沒關係吧 沒關係 那我就直接丟進去 直接丟進去 要咬一咬嗎 你可以 你可以丟個兩三顆 然後咬一咬 因為發現它有慢慢開始變得 比較深色 變藍 它是 對 變藍 我剛剛本來以為它是變深紫色 可是它現在是從 慢慢變藍色 深紫色之後變成藍色 藍色 一杯是藍色 一杯是紅色 所以鹼性會變藍 對 酸性會變紅 對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它放一起 我們再重複 國中的科學課 你有沒有發現到 它原本的是紫色 然後碰到酸變什麼顏色 紅色 然後碰到鹼變藍色 所以它其實是一種 對應的關係 就是你比我還酸 你比我還鹼 對 沒錯 你有辦法分辨得出來 它多酸多鹼嗎 這個沒有辦法 對 我們只能從顏色去判斷 它是酸鹼而已 OK 所以就是你把它用下去 你會覺得如果是紅色的話 就代表它是酸的 酸 如果代表是藍色的話 就代表它是鹼 可是你沒有辦法知道 它是多酸多鹼 不過我們可以從顏色的程度來分辨 我們現在要來做 就是這個地方最酷最危險的 我們要拿強酸強鹼 我們要拿硝酸來做做看 所以這是進階的實驗 對 所以現在呢 我們在國中不會看到這個實驗 不會有老師拿這個來做 這種酸碰到手 基本上都是會直接受傷的 是的 我們戴這個安全嗎 安全 放心 戴這個手套其實是可以碰到 但是也不能常碰對不對 就碰到之後就趕快就要換手套 對 它會把我們的手套給扶持掉 我需要戴個眼鏡 我們戴 那個不用緊張 我剛剛不是戴個眼鏡嗎 這一下是不是 是有人故意要害阿神 有 沒關係 因為畢竟是做強酸強鹼的實驗 我們還是要戴上眼鏡 雖然我自己是很有自信 是應該算滿安全的 好 我們先來看這是 剛剛調整的 這是氫氧化那 氫氧化那 它基本上很危險的地方 就是因為它是透明的 基本上這兩個都是透明的 所以你會分辨不出來 剛剛我們很多湯湯水水 會很擔心它是水不小心就很粗 如果不小心強鹼跟強酸加在一起 會發生什麼事情 要看種類 有些會放 會產生很大量的放熱 你看它 這個它很快速馬上就變成 綠色 對 這是 綠色是什麼 就是你可以想到就是 藍到發力 對 藍到發力 又更強了就對了 更強了 對 這是基本上很少網友可以拿得到的 實驗的效果 這個綠色 好漂亮喔 它是一種碧綠色 對 所以真的這個顏色有點吸引你 你知道嗎 這個是 強鹼 好 老師放過來我前面 對不起 因為放在我前面關鍵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放強酸 你不要把手放進去喔 你幫我扶著它 我覺得強酸比較危險 強酸強鹼都危險 都危險 我現在重責大人是 我不要把這瓶打翻 我雙手就飛了 對 我們大家都飛 十顆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強酸會是什麼樣子 強酸 它剛剛打開一瞬間 我在冒煙耶 是啊 我剛剛有看到 那個煙是 酸氣 對 酸氣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有一種氣場的風 酸氣 這種東西 硝酸 硝酸是嗎 你猜會變什麼顏色 我猜會變 粉色 它還是紅色耶 它紅好亮喔 亮紅色 你看到超亮嗎 你把剛剛那一瓶放在旁邊 這一瓶是有的 我們等一下可以移過去沒關係 對 我們等一下移過來 它是很亮的亮紅耶 新紅色 應該這樣 好了 那種紅到心裡的感覺 你知道嗎 這個是強酸 對 它已經透亮 透亮紅色了 對 它已經有點那個 是可以看穿的紅色 然後檸檬的酸大概只有到粉色 粉色的紅 粉粉的感覺 粉紅色這樣 我發現這兩瓶啊 就是沒有特別酸 沒有特別緊的這兩瓶 它們兩個就是糊糊的 但是你看 這個完全是 碧綠色 對 那個是完全是透紅色耶 透紅色 而且它其實有一點黃 接近黃色的感覺 對 已經透過去了耶 對 所以其實那個 一般的同學可能在家裡 沒有辦法做到強酸跟 真正的強檢的顏色 對 所以其實 層次裡面可以看得到 所以其實它還有在更進階 就是不只有紅色跟藍色 它還是可以酸到 有到透紅色跟黃色 對 接近藍 黃綠色 黃綠色的 這個是好危險喔 對 這實驗是有一點危險 沒錯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趕快來 為了符合那個緩和你們的心情 我們來做更可愛一點的實驗 我剛剛想說第一個還滿可愛 第二個怎麼突然 突然是跳到有點恐怖了 對 奇怪有點緊張 所以我們要到第三個實驗了嗎 對 我們來做第三個實驗 好 第三樣東西是什麼東西啊 我看到上面有一些水彩啊 感覺起來 對 藍色 黃色 紅色 是 今天這個實驗就比較可愛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你有看到這是 我讓水分層 分了三層 真的耶 它這不是調酒喔 調酒可能是不一樣的飲料 它裡面是液體嗎 就是水 就是水 對 水彩的水 對 我們今天可以用這些水 可是不對啊 你不是混在一起會變成黑色 就是太多顏色混在一起 好 對 它其實當然有點訣竅 我們要用這個糖 糖 對 我們用一樣的水呢 比如說現在有告訴你們的觀念 這就是跟密度有關 是 像一樣的水 比如說這杯糖 這杯水裡面我放了八匙的糖 這杯水我只放了四匙的糖 所以它密度比較小 它的密度是不是就比較重 它比較大 比較大對不對 好 那所以 如果我們混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會沉在下面 對 那像這一杯我沒有放糖的話 我們把它混在一起 它就會在上面 最上面 對 就是這個概念 好 那現在呢 我簡單來做一個 簡單做一管 簡單做一個 所以我們需要準備的材料 就是有這種小滴管 對 那Bob們在家裡的話 也可以自己做 在化工行都應該可以找到 這一些小滴管 一個應該還滿便宜的 用水採 也不一定要滴管 你可以用你家的杯子也是 透明容器就行了 透明容器 那你還會需要一些糖 糖的話 什麼都行對不對 只要是糖就行了 糖就可以 鹽也可以 鹽過糖就行了 水採家裡應該也會有 所以應該不用擔心 你只要拿一點水採出來 然後把它 其實可以感覺起來 老師在滴的時候 是稠稠的 稠稠的 我這一個弄得很 很濃 很重 很濃 接下來我們來用藍色 藍色不是最輕嗎 對 我用兩個顏色 這其實很簡單 其實它滴下去是有訣竅的 因為畢竟這兩個都是水 它們如果你滴太大力的話 它們其實很容易就互融在一起 你知道嗎 佩妮老師 是 我們有上過調酒課 是 那你知道調酒課做分層的是誰嗎 阿錢 我們有做一杯就是分層的 分層的酒 是什麼跟什麼分層 很多耶 它有萊姆酒 什麼酒什麼酒 好 對 然後灌下去阿森就醉了 所以你看這樣子 我就很簡單的分層分了兩個 我們把旁邊擦一擦 對好 讓它變得漂亮一點 其實很明顯 因為藍色跟紅色 對比其實滿大的 很漂亮耶 對 好想喝喔 佩妮老師 如果飲料 飲料也可以這麼做嗎 聰明 真的有人是用飲料來做 可是你要找到市售的飲料 就是要剛剛好 要了解一下它的密度的 那如果我想自己加一點糖進去 可以啊 這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就是柳橙汁可能有 柳橙汁然後巴勒汁 然後什麼汁 然後你柳橙汁 如果巴勒汁就是不夠甜的話 你就加一些糖進去 讓它變最重然後先倒 對 它倒在下面 然後再加一點柳橙汁 沒有 然後你在開派對的時候 就一管一管一管 然後就這樣子灌下去 然後別人就舔死了 有沒有 下面怎麼那麼甜這樣 對 這樣很酷耶 所以有了解這個原理了嗎 有 好 等一下呢 特別企劃就是要比這個 已經先公布了 沒錯 我們等一下就要比這個 所以當年我們沒有PK到的東西 要再 要再今天PK了是不是 什麼當年 才幾錢而已 好啦 謝謝便宜老師為我們帶來 這麼可愛的小實驗 是 謝謝 謝謝阿貝社 我差不多剛才到這囉 希望Bob們會喜歡這隻阿貝社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了在 左上角有個喜歡 在左下角有個訂閱 喜歡訂閱影片頻道 實際更多影片動態 我們下次再見囉 See you guys 拜拜 拜拜